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凯阳 来 我们今天谈一下呢 2024年下半年到来了 现在农历的五月了 那农历五月呢 这个月呢 大家特别注意很多事情 我的大寓言里面呢 希望大家看一下 那我今天做一点加强版 2024年的下半年大寓言 哪些月份会有大灾难呢 好 我们都知道呢 最近呢 这个呢 大家要抗压性要更强一点 农历的五月份呢 是耕五月 那耕五的话呢 是天同化季 天同化季跟水有关系 跟海边有关系 五的话是火 火是急速的灾难 那这个呢 刚是金哦 那火来克金哦 也代表什么呢 这个天运是不好的 农历的五月份的天运是不好 所以呢 金会被融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哦 好 基隆山坡 今天六月的三号 礼拜一的下午 2点28分 基隆市朝静公园入口处呢 平浪桥旁边山坡地呢 今天下午2点28分 发生大量土石崩塌 目前已知一人受伤送医 一人受困车内 另有多车遭土石撞击 消防员陷阵抢救当中 非常严重 这是卡车看到了没有 这部大卡车 大卡车来不及讨论 前面全部都是巨石压在他那边 然后呢 后面呢一大片 整片呢 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庚是代表金 那五是代表火 现在已经开始了 文曲化季就公路上面的 海边 那这个土石的崩塌呢 刚好应验了 文曲化季交接在庚五月 因为6月6号差三天而已 6月6号就是农历五月了 所以五月会到五黄煞 为什么五月会到五黄煞呢 我们今年的农历五月 是在马的位置 那么今年的五黄煞在狗的位置 所以这个狗的位置就是在正西方 那代表说我们在这个月当中 会有五件大事 这个五件大事我之前有做了预言 那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大家特别小心 所以呢你看看这个卡车 还有我看到那个白色的汽车 还有呢他吐司整个崩塌 还有机轮车 另外呢还好有两部车 我看到两部车逃逸 但是一个女人呢 他拿着那个手机在拍摄 他吐司崩塌的情况 这个女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人 找到了没有呢 真的令人惊悚 吐司崩塌 他还在很近的地方 就在拍吐司流崩塌 太危险了 这不顾性命的安全 真的要命啊 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玩命 来接下来 好能登半岛震不停 太恐怖了 日本的能登半岛震不停 跟台湾的东部是震不停 是一样的道理 好日本气象厅指出能分半岛当地时间 在6月3日清晨6点31分发生规模6的地震 深度仅14公里浅层地震 属于极减层地震最大震度为5墙 造成两人受伤 轮倒式5栋房屋因此倒塌 倒了5栋楼啊 6级倒了5栋楼 新干线部分区间车列车一度暂停行驶 看到没有 全球震不停的太恐怖了 而且5栋房子都倒塌了 来台湾也没有更安全吗 台湾现在呢 不断的地震不断的地震 现在还从东部呢 一直震到宜蘭外海了 真恐怖 来我们继续看 好非0403的余震 6月1日在一天之内出现两起有感地震 他不是余震 听清楚 首例发生在凌晨1点10分 规模5.5 另一例发生在上午8点32分 规模4.9 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到早上8点32分 发生两起 规模5.5跟4.9的瑞士规模地震 中央气象署指出 仅凌晨内场规模5.5是0403花莲长症的余震 另一研判为独立事件 就4.9是独立事件 看到那两个绿色的点点吗 未来不排除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 好那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呢 能登半老跟我们花东外海 简直是如出一策 太惊悚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之前的遇知梦真的太可怕 我都觉得我很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 希望不要发生 来接下来 余震已超缓 专家称还要摇半年 气象专家 地震学家告诉我们还要摇半年 好那就摇到年底了 专家指出根据921大地震的经验 余震还要三到六个月 才会比较缓解 民众要随时做好防震的准备 来看到没有吓死人了 到现在为止累计总数1487次 我告诉各位 中国大陆新疆发生7.1级大地震 在今年1月20几号的时候呢 他的余震已经2000多次了 2000多次 他也发生7.1级大地震 余震2000多次 台湾现在1487次 快1500次 好能当半岛也震不停哦 太可怕了 怎么全球都在地震啊 讲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有点不舒服 来接下来 好加州野火燎原 简直就是 你能想像这样子的野火燎原 加州内陆呢 城市吹西市呢 6月1日爆发野火 目前呢火场呢 面积已经达到1.4万英亩哦 不过只有三层获得控制哦 那简直就是哦 很惨呢哦 过程中有两名消防人员 因此抢救而受伤 还有人损命哦 旧金山东湾通往 吹西市的洲际公路暂时封闭起来 并疏散附近的居民 看到这样的天灾吗 太惊悚了 来 还有呢 德国灾难性的洪水啊 烟到腰部那么高了哦 德国南部呢 遭遇号称百年一遇的暴雨的袭击呢 不止多脑河水 为不断的上升呢 洪水甚至40秒就灌满住宅的地下室 看到了没有 这二楼就快变一楼了 这是二楼哦 这是一楼 一楼 窗户只剩下一半 看到没有 所以 烟得非常高哦 而且德国气象局警告哦 未来48小时 降雨还会再持续 已经针对南部至少10个邦的民众呢 发出撤离指令 到底要撤到哪里去呢 德国这几年也很惨哦 从coating lightning开始哦 他几乎都是在做大水灾 非常之惨烈 而且呢 你知道非常风光非常好的地方哦 以前呢都是那个拍咖啡的那个 哇好美的那个整个呢 西河啊 山啊 整个现在呢都满目疮痍 城镇都快挂掉了 来接下来 全球珊瑚酿危机 澳洲大宝礁上月呢经历严重的白化事件 全部都变白了 没有了 红珊瑚几乎看不到 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也警告 全球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影响至少53个国家 好100多个国家已经影响到53个国家 现在海洋中发生的事就像水下的野火一样 温度一直往上面沸腾 他是非常高温的 这个海洋的气候非常高温 严重暖化到一个临界点再也无法恢复 所以他将来呢根本就是变成死亡了 这个珊瑚礁绝对是死亡了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全球沸腾陷入火海危机 这个火海危机呢 不是只用嘴巴讲而已哦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警告着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花点爱心 花点做点善事 把海洋老师的直播呢 不是为了点阅率 而是让大家更知道太阳的持风暴 以及呢整个世界区域呢 灾难大灾难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更警惕 然后更小心的应对这场浩劫 好我们来看一下 WMO呢报告指出呢 2019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前呢 面临时务极度短缺人口数为 14900万人 2023年底已经突破33300万人 显示全球沸腾引发粮食危机的严重性 地球以濒临呢 危机存亡的红色警戒 到了临界点呢 气温已经上升快1.5度 如果继续上升下去 现在可能就会面临到粮食断绝的危机 那么全球的人类呢 将近80亿的人口到底要死在这场灾难当中呢 我看最少要死一半以上 因为没有粮食了 惨绝人寰的世界已经到来了 不要再说我在散播灾难 这是事实啊 不要再说下方留言 请尊重一下 不要说我在散播灾难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地球以濒临为己存亡的红色警戒以外呢 并警告气候变迁正在加剧当中 人类必须严肃来面对这样困境及问题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呢 现在就来得及吗 地球发怒了 地球翻腾了 沸腾了 这个地球已经不跟你好好生活了 不让你在地球上好好生活 你懂吗 大家懂吗 太可怕了 来接下来 容易发生灾难的月份如下 我们先从五月份开始讲 这个五黄煞月呢 刚好在那个马的位置 这个月是在马的位置 会到了呢 那个狗的位置 刚好是五黄煞的正西方 所以呢 你看全球的灾难片 好像我们的电影情节 世界末日的情节一样 到处蔓延着 还不打紧呢 还有战争呢 人祸还加进来呢 还有呢 战争不停歇呢 现在呢 乌克兰又要打俄罗斯的本土了 好 那么现在呢 会不会发动核战呢 有可能 小编我们来做一篇 如果你们要知道 这些共产国家的核弹 有多么恐怖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世界是不是要毁灭 中国大陆的核弹也很惊人 好不好 也非常惊人 然后呢 现在更可怕的事情 除了这个以外 几个月下来 我们还有安全的空间吗 我们还有安全的生活的环境吗 你们一定会说 台湾很安全 看起来了 每一次大地震安全吗 一点都不安全 我们如果在地震带上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呢 政府在警告着我 日本也一样 日本都发生九点几级大地震 台湾有可能发生八以上的大地震 那么呢 百年大震已到 我们这不是自己说说而已哦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这科学的根据呢 是研算出来的 那么呢 五黄煞的月份呢 看到没有 好 现在美国又说 你可以攻打俄罗斯的本土 那你觉得俄罗斯就会这样甘心吗 当然要反攻嘛 所以呢 像这个情况呢 好你知道 在上个礼拜 加沙走了 被攻到 连难民营都被攻了 不到十天的时间 死伤惨重 你看这人类多么悲惨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现在呢 全球的贩毒集团 诈骗集团 人肉贩子 到处横行 横行还不打紧 开枪掃射 在校园 在大街 拿刀捅人 简直就是目无法计的一个 整个地球 好像这些 暴力分子 忽然间产生的非常之多 台湾呢 动不动就是诈骗个几亿 几十亿几百亿 前两年 柬埔寨四线 一件一件爆开来 现在 一件一件的诈骗集团 在本岛发生 在台湾发生 还有贩毒 越南进来的东西 夹带着贩毒的毒品 哪里进来的东西夹带着贩毒的毒品 一抓包 全部还有种大麻的 居然呢 他异想天开的 哦 种大麻了 在台湾种大麻 成几何时变成这样 请大家在下方留言 贩毒走私 打仗 天灾 野火 洪水 土石流 海啸 大地震 海洋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下半年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灾难呢 哪几个月份要特别小心 好我们在农历的月份叫庚五月 下个月呢庚新卫月 接下来是认申月 农历七月是认申月 农历六月是新卫月 农历的八月呢是鬼友月 农历九月又是甲序月 甲序月是农历的九月 甲是双化剂 太阳双化剂 那太阳双化剂呢代表什么 暗淡无光啊 然后呢 认申月呢 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情 会非常之严重 包括 美中贸易战 中台贸易战 我们新任的总统上来以后呢 我们的军演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贸易呢 WTO 根本 你知道吗 我们的顺利差 到底一年要差多少千亿啊 最少三千亿啊 好除了这个以外哦 灾难到底有多大 经济灾难 来我们先讲一个经济灾难 经济灾难在农历七月 我们一定会看到 农历的七月 好 那农历的八月呢 鬼 好 开始缺粮 全球缺粮 这个跟生活有关的 全球缺粮 然后呢 第三个呢 甲旭月 双化剂 太阳双化剂 太阳双化剂 天底下没有不发生的事情 只要你知道会发生 第一个爆炸案会越来越多 爆炸案 火山爆发 海底火山爆发 土石流 淹水 飓风 农卷风 农卷风 通通会到 所以我们在农历的九月要特别小心 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呢 大概在国历十月左右 请大家务必要买保险 还有看到今年的几架飞机失事 空中乱流 好 太阳持风暴呢 在农历的九月 是非常严重的 好 那这个呢 影响着我们什么呢 我们所有人类的生活跟安全 好 那这个生活安全里面呢 包括呢 我们坐飞机 还有呢 军机 船舰 都要非常小心 最怕的是什么 插枪走火 不是 他不是真正要打 就插枪走火 所以引起 如果今天 发生了这类的事情的话 那你觉得人类会有安宁的日子吗 不会 台湾也要小心 农历的九月太阳霜化季 农历的十月呢 是太阴化季 更可怕的来啦 所以呢 农历十月的时候呢 是九月太阳化季加太阴化季 然后加接下来呢 连真化季 农历十月 来我们一个月看 来五月是跟五月 我已经讲过了 会到五房上 会有五件大事发生 但政治的效应 越来越明显 然后政治的纷扰呢 会越来越强烈 然后打打杀杀之下呢 我觉得呢 台湾不会有安宁啊 这个月 台湾不安宁 不安宁以外呢 还有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接着下来会影响到什么呢 民心的安定 这民心的安定 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靠一个黄仁勋 我们不能靠一个台积电 在这种啊 百公百业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怎么只能够靠一些科技业呢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农历跟五月呢 他是天童化技 天童化技呢 就是说居安思维 那如果你不懂得居安思维 你不懂得抗压 你不会抗压 那么你就活不下来了 你就会活得非常辛苦 就算活着你也是非常辛苦 我相信现在百姓哀鸿遍野 那个股市呢 要不然你看 上个礼拜五 下死人 抽出六七千亿 一下子而已 几个小时 外资出逃六七千亿 这个月呢 天童化技呢 这个月天童化技呢 大家要特别小心呢 水灾 特别要注意水灾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来 农历九月 双甲月 甲成年的甲旭刚好对冲 这个对冲会冲出什么 冲出满目疮夷的台湾吗 而且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在哪里 政党的冲击 影响着整个呢 政治的纷扰 影响着整个呢 台湾的一个局势 因为呢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散罢甘休 你觉得他会散罢甘休吗 大家看看那个开螺旋言 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是这样子 但是呢 政治的纷扰会引起什么 我本 动荡 国家安全 开始呢 动摇国本 而且呢 农历九月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赖清的总统 太阳化季 化霜季 流年化季 流月化季 它又是一个呢 文曲化季 整条线是断了 整条线程序工断掉 这个呢 会影响呢 我们台湾整个政治影响到经济 影响到全面性的 所以呢 全球也是一样哦 好 我在之前不是有预言吗 总统会被暗杀吗 当然我指的不是台湾的总统 那确确实实就有总统被暗杀 我不是预言吗 能登半岛附近的新系会大地震吗 现在能登半岛还是在震不停 我不是又预言了吗 4月1号 预言呢 台湾花东地区呢 会发生7.2级以上大地震 很抱歉 就是很不幸 就是真的发生7.2级大地震 我也不想说呀 我也不想讲啊 但是我还是要预知大家 那现在9月份 我还是要警告大家 这个月 经济面冲击性非常之大 第二个 产业面冲击更大 第三个 政府单位冲击也非常大 所以呢 我们在农历9月的时候呢 请大家呢 真的乖乖的把自己保护 接下来 林子月 年真化季月 好 这个呢 跟政府单位有关系 跟军方有关系 军警有关系 消防有关系 反正跟军事单位都有关联 跟政府单位都有关联 联真化季呢 要特别小心呢 政府的单位呢 动荡不安 还有更可怕的是 联真化季代表什么 大家不要忘记 军机 海舰 还有车上 路上开的军 军车 都要非常小心 大家都认为说 中国不会打台湾 大家 每天都觉得 台湾就很安全 台湾他只是说说 然后我们已经很疲乏了 你觉得呢 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如果 他真的动起手来 我们怎么办 还有一点大家要清楚 不是无人机在做这样而已 还有无人战车 还有无人 就是机器人打仗 带枪 请问一下 怎么打 联真化季 我们的战备部队购满 丙子月 武皇 又来 我最怕这个联真化季 官司打不停 战争打不停 尸杀 尸杀 杀不停 全面性 农历十一月 所以我们在下半年呢 我认为下半年的问题 还是非常之多 来十二月 丁丑月又来了 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农历二月是什么月 丙丁 丁丑月发生7.2级大地震 好那如果在丁丑月呢 又是巨门化季 我要 我要告诉大家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灾难 那个联真 跟火有关系 爆炸有关系 十一月跟火跟爆炸有关系 那所以呢 到十二月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呢 大地震 这个问题呢 我其实 压在心里面很久了 我觉得我要提早做给大家 去做一些防范 希望它不要发生 希望我的预言都不准 好吧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先讲解一下 简单的先讲解一下 希望大家提高解决 好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 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但是不要开口就骂人 讲句真的 我是好意提醒大家 不要一直以为我在贩卖恐惧 没有这回事 很多事情呢 我们要避凶才能趋吉 没有避凶不能趋吉 凶恶要避掉 像今天的土石流 我们回到首页吧 你怎么避凶呢 就是有卡车 有车子被压在下面 他怎么会知道土石流 他不知道 所以他发生了灾难 看到卡车里 货车 然后还有白色交车 我看到还有白色交车 今天下午2点 今天是6月3号 下午2点28分 我们能避凶才能趋吉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